而連日來臺北市核心診所被爆出來 特權施打疫苗 甚至相關爭議還不斷在延燒 昨天臺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 他甚至點名了 說民進黨立委高家瑜得寸進尺 今天高家瑜他也出面來做回應了 他強調入卧自己跟核心診所有關聯的話 他就會辭掉立委職務 他重申一切都是為了選民服務 但是過程當中 高家瑜和衛生局長的對話 現在也被曝光了 是否證實高家瑜他五度傳訊息 詢問相關的疫苗事宜 我的立委職務來做保證 說我跟核心診所沒有任何特別的關係 那從來也沒有踏進去 也沒有接受過他們的支持 那如果有我都可以辭去我立委的職務 遭到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 點名得寸進尺 民將立委高家瑜拿出立委職位 掛保證重申絕對沒有關說施壓 我們沒有任何說去刁難 或者是去任何要挾或是什麼 我們都是直接轉達 那衛生局行不行 可不可以就直接告訴我們 或是直接告訴核心 那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就是 不行的說法 女長就是一個有求必應的老好人吧 所以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心情 高家瑜強調通通通依照衛生局指示辦理 但他究竟如何關切也瞅瞅曝光 檢訊內容先是提到核心名稱有300名醫護 緊接著再傳衛生局沒有回復數量 但要300劑才夠 還在6月2號說需要100到200劑 等到莫德納來再補 北市府也證實高家瑜五度傳訊 炒疫苗 均子之交淡如水 所以這個我跟柯市長現在是均子之交 市政啊疫情各方面都非常的繁雜 所以我是不會有任何就是去 就是去煩他啦 就是增加他的負擔 所以這建議一一曝光 市長柯文哲卻把問題歸咎在衛生局 跟核心醫院之間的溝通 讓議員看不下去 外界更彩測高家瑜跟柯文哲之間 是不是已經回不去了 高家瑜強調兩人之間沒裂痕 只不過特權施打爭議 也讓柯文哲被盯得滿頭包 記者綜合報導